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兵一的频道 我们这一期呢 准备跟大家分享六家我的私藏宝藏品牌 做这期视频的初衷其实是因为我看了最近Zara H&M抵制新新名的新闻 真的是把我气死了 作为个中国人真的特别在说什么鬼话的fuck 所以说作为一个时尚博主 从今以后我不准备做任何跟Zara H&M有关的任何穿搭视频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私藏的六家宝藏品牌 排名部分先后 价格的从低到高一一来说 然后第一家呢 就是我身上这个衬衫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你叫Arcford 我相信北面小伙伴观见一定看到它 它的官网宣称说自己是一个加拿大原创设计品牌 但是我买了这么久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韩国大叔 从韩国东大门搬运了很多很多那种衣服 批发回加拿大 然后转卖了一个品牌 它并不是一个很有设计感 很独特的一个店 它其实更像一个淘宝的海外直营店 就它的款式都是非常跟进潮流 非常好看 而且因为它是走韩风的嘛 所以说对于亚洲妹子是非常适合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的穿搭设计温柔可爱的样子 或者你行韩式的潮流服饰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你的 但是他们家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人家品控做的非常不好 现在这个衬衫真的做工非常好 就是走线啊什么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穿上也非常舒服 而且穿出去 真的整个人又温柔又好看 这种温柔的韩式小姐姐 但是他们家我也买过很多件质量 真的是烂到炸裂的衣服 就是像一件好看的黑色衬衫 你上面看一下他们的走线 就会出现这种线头啊各种问题 说这家的衣服它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质量真的是非常飘忽不低 就很多时候买一副 如果网购的话 可能买10件要退5件的状态 说你有时间去店铺你进行挑选购买的话 我觉得这件还是非常推荐的 他们家的风格哇真的我太吃了 而且他们家店铺装修也非常好看 就逛街逛起来就很愉快 第二个牌子呢就是我的自己的大衣橱 urban outfit 这个牌子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了吧 我的妈呀真的太好逛了 因为每次逛他们家都逛到上天 这个牌子它是美国本土牌子 针对的是那种年轻人设计 所以在这种风格是变成年轻潮牌画街头画的 你刷Ace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明星的私服 也会穿他们家就非常休闲 非常轻松自在 它其实更像一个综合线平台 就上面它会有什么飞拉 生品啊甚至还会有一些像什么卖鞋子Dr.Martin啊 然后他们家甚至还有非常好逛的家居 然后生活板块 我在他们家买过一些小家具 我觉得非常舒服 然后他们家还有美好的手帐本本啊 炸头发的花花啊 我都买过真的觉得都特别舒服 然后他们家最大的特点是 他们家很多款式跟品牌合作 只有urban outfit才专有 像我之前经常穿的那件黑色的肥拉卫衣 就是我在官网都找不到 逛起来真的买起来非常开心 各种东西应有尽有 而且他们家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几美金几十美金 最多到一百美金 什么东西都有 然后最最最最喜欢的呢 就是他们家的自营品牌 之前在牛仔裤内的视频 有分享过一条就是那种 Jungle牛仔裤 那就是我在urban outfit 他们自营品牌购买的 穿起来也是非常好 然后他们家自营品牌 还有很多很好看的那种短的背心啊 上衣啊 就看他们家图片搭配 都是非常美美的那种 硬丝风的少女挂的 上网生活的感觉 第三个呢 我来聊的就是大家也是火遍全球牌子 就是BM Randy Melville 我当然非常不赞同他们家这个定位 就是说所有衣服只有军码 就只有S码 我觉得所有的身材都值得被尊重 但是他们家活起来是真的有道理的 太好看了 那种旅团式服装 就非常美好的年轻的少女的身材 然后我第一次入坑呢 你看Lisa穿他们家一个短的上衣 我就妈呀这身材也太好了吧 但是他们家有个问题就是 他们家智囊真的跟Zara差不多吧 穿个几次的那种拍照快乐 或者就是穿一个夏天的感觉 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说 我穿十年的衣橱来穿 但是因为它价格真的非常便宜 就光官网感觉跟买白菜一样的 就十几美金 然后二十美金就啪啪啪啪啪 你买个一百美金就已经买一大抽屉 整个夏天衣服了 然后他们家购买也很方便 就是不管在北美还是在国内小伙伴 都可以在官网进行购买 然后它好像在上海都有店铺了 如果你喜欢这种少女风格的服装的话 非常推荐 然后第七个呢叫Virgin Girl 这个牌子呢是我之前买BM想买一点 不是说格纹的这种短上衣的时候 发现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澳洲品牌 它相较于BM风 更加成熟一点 更加偏性感 挂一点 我买过这么多衣服里面 比较适合亚洲妹子的品牌 就是我两件 Jenny同款这种MORE 变上衣 真的是上身 特别显身材 这两个颜色我也都特别喜欢 就夏天青春亮丽的感觉 就我每次逛官网 我都会被模特小姐的身材吸引 哇真的是无敌 好看 太羡慕了 他们家的上衣的神仙款是太多了 每个我都觉得很好 可能就不推荐了 但是就是穿上港地都是有又纯又郁的女生 就吸睛度都100% 它价格呢比BM稍微高一点点 如果你在这边买的话是给官网直接购买 如果国内买的话是可以买完它直接直游中国的 就购买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 第五个呢那就是我的大粉音之音mongo 我觉得mongo就是一个被官网耽误的品牌 其实它在我买过的快销品牌里面 像就是ZARA HM来说 它智能智能是数一数二的 材质味上会更好一点的 就很多件我买了好多年 就是洗洗衣服穿起来依然没有走样 反映还是依然在穿起来非常舒服 像这条牛仔短裤 前年大前年他们家买的了 哇就是看起来平平不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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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身真的是无敌显身材 就是前代整个人就是腰细腿长 这颜色也是非常夏天非常好看 而且怎么洗都不会变形超喜欢 然后他们今年夏天的风格也是非常好看 我已经下了好多单都在路上了 感觉像是今年那种剪接款的SELINE的感觉 就是平价SELINE 很多很多很好看的带点 挑的针织衫啊 威领的VEST 就优雅的带有点金鱼气质那种SELINE的感觉 我太喜欢了 而且他们家配饰真的是非常的好逛 我强力推荐大家去逛他们家配饰去 我之前就聊过这双黄色小花花的鞋子 真的是夏天必备太好看 同时这双鞋子你看已经非常久了我穿的 这是我前年在Mongo买了一双黑色交叉绑带的这种凉鞋 哇 看起来平平无奇是不是 上脚真的是非常显脚 细节的设计上整个鞋子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快效品牌的 就哇 我超级无敌喜欢就穿成这样的 我也每年夏天都会穿它 第六个呢也是被大家推烂的一个排名字叫Everland 他们家是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被各路博主暗讨安利的 然后就出于好奇买了他们家挺多款式的 说实话质量真的是还不错 就到时候会说平平无奇 可是穿了这么多年 我发现这些T出款慢慢慢慢成为我基础里面的必备 就属于不管差点怎么更替 他们都会成为我的必备之一 我觉得Everland呢他们更像渲染的是一种永恒之美 相对合理的价格买到质量上层的服饰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入手这种基础单品的话 我觉得Everland真的是你的必选之一 我最最最最选是他们家打底衫和鞋子 这个打底衫这种高领的 我这也是搭配过了非常多的套穿搭 就是属于如果我不知道里面搭什么 或者说我秋冬天想搭一个上面亮色点的衣服的话 它就会成为我的首选 然后鞋子也是我非常推荐 他们家最活的那双皮鞋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个人最喜欢上面的运动鞋 就是像这双运动鞋 然后我自己买的是黄白款式 然后我给我对象买了一个黑色款式 对象是个扁平足 它穿起来都非常的舒服 而且也非常好搭衣服 因为它这种介于休闲与正式之间感觉 有更多穿搭可能性 价格呢我觉得相较于之前品牌会稍微高一点 一般会在20美金到400美金之间 就是秋冬天的服饰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跟他们家质量相比呢真的是物超所值 我最喜欢那个牌子来了 这个牌子你们要不知道 但是其实我买过他们家很多衣服 你们都在询问那个牌子 就是我的裙子专业户BNKR 给大家看 我买过他们家好多好多裙子 这是我最喜欢的四条 这种大红裙我穿过的 然后这种绿色裙子我穿过无数回来 还有这条这种黑色的裹身裙 以及这条蓝色 哇我就每一条真的都是见证了 我一路在各种毕业典礼啊 公司入职啊 或者一些重要场合的一些印证 太太太喜欢这个品牌了 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个澳洲的品牌 BNKR其实是有四个品牌 然后我最喜欢购买的是 CMaker Collective这个品牌 在这个网站上 其实我觉得证价 溢价是相对比较高的 但是他们家会经常打折哦 所以如果你趁打折去购买那种仙女裙 真的是太超值了 我就每次逛他们家的裙中去 我感觉就是我在挑女生裙 挑一挑款都好好看 可以撕裂全场霸气款 或者那种小仙女款 就如果你有中央的场合 然后你挑不到好看的裙子 或者你不知道选什么品牌的话 我会推荐你去逛逛他们家的裙区 真的是太香了 我入手的价格一般都是在100美金一条裙左右 我觉得我能接受 就是如果再高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登登登打折了 然后说一家我最近才发现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逛的 就叫Sintzen了 我种草原来是因为他们家的毛衣 真的看起来太舒服了 被各路达人博主推荐 最火的应该就是这件焦糖色毛衣了 我看过很多人很多人晒着穿 就是你看它官网图片 就是它们包括背景选择 是从经典的奥斯曼建筑到吧 你街头到独家圣地 就地地道道的法式风格 像这件衬衫和这件老扣毛衣 已经加入了购物车 on the way to my house 我是好期待 以及这件法式穿大必备的真真衫 就它的样子相较于其他家呢 会更加女人味一点 更加秀气一点 就是如果你自己吃这一套 这种优雅的法式女人穿大 的话这家我真的是超级推荐 可以考虑从一件热销的上衣 比如毛衣圣衫入手 然后最后一家呢 它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快销高阶品牌 但是呢我放在这有点是因为我觉得 它们的价位相当于其他设置品牌来说 还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叫安森贝尔 这个牌子呢 最开始我是在double concept上发现 就是一个独立设计式品牌 最开始吸引我的呢 其实是它们家包包 就是这样一款拼色的包包 姜黄色 拼墨绿色 拼这种棕红色 相当于其他拼色来说非常特别 随后我就被他们家的衣服吸引了 什么卫衣啊 牛仔裤啊 大衣啊 上衣 就到时候就做工真的都非常好 然后设计感也很强 就是属于不会轻易撞伤的衣服 包括他们家的男装 我也买了好多件 像我给我们对上就挑了一件橘色卫衣 就背后会有加那种独特的这种大的logo的设计 就是他们家的设计都属于那种有点小巧思 有点小特别 然后做工就非常好 像这种线都是这种绣上去的 就这些细节让我觉得非常的加分 然后后面我是发现很多明星也在穿 我就哇 无意间搁在了明星同款 也是非常开心的 他们家官网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就算不买他们家衣服也关他们家官网 就是会去学习他们官网这种穿搭拍照的技巧 非常的有借鉴意义 像很多穿搭是我平时自己想不到的 但是看他穿我觉得哇 好好看 他们家款式其实都是基础款 但是他厉害点是在这种基础款上利用剪裁和面料的特别 来打造出独一五二的设计 是我最爱的设计师品牌之一了吧 淘宝都有官方店铺了 国内小伙伴买起来非常方便 然后美国小伙伴呢 如果买的话 可以从Double Concept 或成美国官网购买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呢 下一期我准备来聊聊我自己收藏的淘宝店铺 哇 最近发现了好多好好贯的淘宝设计师店铺啊 各种性价比超高的店铺 准备安逆给想买国货的小伙伴们 那么大家给期待一下呢 那记得我本期视频投币点赞收藏转发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把视频抓到最大多利 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